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17日星期一 白国罗斯民众继续大规模的抗议 抗议当局选举舞弊 选举不公 而且要求擅自宣布当选连任的卢卡申科辞职下台 卢卡申科已经当了26年的总统 现在他又宣布通过选举舞弊宣布他再次连任该国总统 如果他再连任4年 就相当于30年执政 不折不扣的长期执政 甚至有可能终身执政 就跟津巴布韦 独裁者沐家贝所演绎的那样 但是卢卡申科赤裸裸的舞弊和独裁 集齐了全国人民的反抗 在过去这个周末 首都明斯克达到更大规模的抗议和抗争 20万民众庸上街头 可以遍布这个首都的大街小巷 抗议卢卡申科 抗议选举舞弊 要求他下台 或者要求重新选举 不仅在首都明斯克 在不到1000万人口的白俄罗斯国家的全国各地 所有的城市都发生了相应的抗议示威游行 甚至在一些小城镇都发生了抗议示威游行 因此被观察家认为是白俄罗斯史上最大规模的抗争 相当于是一场颜色革命 现在还在进行中的颜色革命 而作为白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 主要反对派领导人是吉哈罗夫斯卡亚 她因为要避免被路卡申科的警察逮捕 她临时避到了邻国立陶宛 她在那里发表声明 她说她已经做好了准备领导这个国家 她是一位女性 在白俄罗斯民众中呼声很高 如果说没有选举舞弊 如果有公开公正的选举 她已经当选为白俄罗斯新任的领导人 而在卢卡申科方面 她自己聚集了5000人 在总统户外的广场上举行集会 表示支持她 然后她在这个集会上深思力竭地谴责民众和反对派 然后就跟所有的独裁者一样 她把原因归集为两个 在她这边 她归集为她捍卫国家的独立 捍卫国家利益 所谓民族 而把反对派和人民的诉求说成是外国势力的干预 邻国的干预 她暗示波兰 捷克 或者是北约 她甚至谎称说北约在西部增加了兵力 似乎要入侵白俄罗斯 但是北约否定了这个说法 另外她跟其他独裁者一样 她的官方媒体都谎夸大数字 她聚集了5000人 在广场上支持她 但是官方媒体却报道说是7万人 即便她宣称的7万人 跟抗议的20万人 也可以说是少数对多数 但是在中共的媒体上却完全不提抗议的人数 却引用卢卡申科和白俄罗斯官方的数据 单方面的报道说在明斯克 白俄罗斯 民众大规模的集会支持政府 这就是中共的标题 而在这个标题下 提到民众的抗议示威 说成是较大规模的抗议 说成是部分民众如何如何 这就是中共 显示了习近平 中共和中共的宣传机构继续力挺卢卡申科 因为习近平是抢先 抢第一个给卢卡申科发了贺电 甚至抢在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前 所以习近平和中共摆出一副要历称卢卡申科 称到底的架势 卢卡申科做出这个动作 在国内外激起了复杂的形势 民众继续抗议 在最初警察暴力镇压导致了两人死亡 多人受伤 将近7000人被捕 现在白俄罗斯的警察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而且显示出他们是否支持卢卡申科 也出现了犹豫 说警察镇压不太卖力了 连内部部长也出来向民众道歉了 甚至官方电视台 官方媒体的调子也发生了变化 不顾卢卡申科的禁令 开始正面的报道 有一些正面报道对民众的游行示威集会结社 所以整个官方内部看上去出现了分化 但是卢卡申科仍然强势 他在强势的时候 他有一个靠山 实际上他有两个靠山 经济上的靠山是中共 政治上的靠山是俄罗斯 因为他曾经跟俄罗斯方面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协议 说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在各自保持国家独立的前提下 要加强军事和政治的一体化 甚至说要建立联合政府 不排除他在情急之事 走投无路之际干脆投向俄罗斯 干脆把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合并 而他口口声声说外部势力 但真正的外部势力就是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做出了非常狂妄的表态 普京表态 说谁是愿意派军队去支持卢卡申科 说是防止外国干预 他就是外国干预 而且他说要做好部队的准备 要进行军事干预 这个军事干预就非常可怕 前几年 乌克兰就是民众发动严肆革命 推翻亲俄罗斯的一个总统 但是俄罗斯就出兵 出兵先是抢占了一个叫克里米亚的一个岛 这个岛 俄罗斯号称在历史上就属于他 本来两国就有争议 而且不仅如此 他还在乌克兰东部制造军事冲突 有当地有俄罗斯族裔的人 跟乌克兰的政府军发生冲突 至今还没有平息 也就是说 乌克兰人民当时获得了 通过颜色革命获得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但是却受到邻国这个流氓恶霸俄罗斯的干预 而俄罗斯趁机就瓜分了乌克兰一片领土 至今不予归还 这也是俄罗斯跟欧洲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 这次俄罗斯和普京似乎又虎视眈眈 觊遇白俄罗斯似乎要顾忌重施 救戏重演 似乎要对白俄罗斯有所企图 出兵有所企图 这个出兵也想起了在东欧在历史上悲惨的年代 那就是前苏联时期 前苏联时期 东欧有八国也是被苏联强行的 在二战后 庆战之后扶持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但是先后发生 他们要求民主化 要求人权 要求脱离一党专制的革命 比如说1956年发生了匈牙利革命 当时的民众起来游行示威集会 要求实现匈牙利的民主 而当时匈牙利的领导人也呼应民众的要求 顺应民众的要求 在匈牙利进行改革 但是却被苏联出动军队 坦克 血行镇压 当时被镇压之后 叫匈牙利革命 后来在1968年又在捷克斯洛伐克 发生了民众要求自由化 要求民主化 而当时的捷克领导人也呼吁民众的诉求 希望在捷克做一场和平的改革 实现民主化 但是苏联还有所谓的华约出兵20万 出动坦克5000辆 确行镇压了在捷克斯洛伐克运酿的民主化运动 那叫布拉格之村1968年 这两件事情是历史的重大阴影 董罩在这些东欧国家的头上 今晚苏联解体了 原来的15个加盟共和国也都各自获得了他们早先的独立 但是现在俄罗斯的阴影仍然存在 所以俄罗斯干预了乌克兰 也干预了格鲁吉亚 切割了 刮分了乌克兰 也刮分了格鲁吉亚的部分 现在俄罗斯试图要对白俄罗斯进行谋咒肢解 刮分 甚至兼并 这跟俄罗斯民众的诉求完全相反 所以白俄罗斯跟乌克兰 跟格鲁吉亚一样 因为有这么一个恶霸的流氓的邻居 使他们的民主总是笼罩着悲剧的阴影 这些国家不仅波兰 而立陶宛这些邻国对白俄罗斯的选举舞弊 予以谴责和批评 现在欧盟 北约 法国 德国都相继发声谴责卢卡申科 一方面对他的选举表示质疑 也是要求重新选举 另外认为卢卡申科已经上市民心 应该下台 再一个认为卢卡申科用警察残暴这样人民的方式 欧盟不能接受 所以欧盟发表了声明 声援的是支持白俄罗斯人民的抗争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的外长也都相继发表声音 支持白俄罗斯的人民 另外欧盟 法国 德国等欧洲国家都提出要对白俄罗斯这些领导人进行制裁 如果局面不能改变的话 就说不能制裁白俄罗斯因为民众已经很困苦了 要指名道姓的具体制裁那些领导人 就包括卢卡申科 另外北约也发表了相应的说法 说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而且北约和欧盟都警告俄罗斯 不要对白俄罗斯进行军事干预 普京和俄罗斯试图对白俄罗斯进行军事干预 以及欧盟和北约坚决反对他这么做 那么就可能出现非常复杂而危险的局面 说得轻一点就是俄罗斯再次得手 像他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那样得手一样 当当地人民获得民主自由的时候 俄罗斯却去侵略这些国家 侵吞这些国家的领土 对这些国家主权 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和侵害 但是另一方面说得重一点的话 如果说北约也出手的话 这个时候北约有可能跟俄罗斯发生战争 如果这个局面出现 我想最高兴的就是中共盘踞北京的最大的独裁政权 因为他巴不得北约跟俄罗斯干起来 自己就火中取栗 然后再次赢得所谓战略发展机遇 就跟当年的2001年911恐怖攻击之后 中共就马上向美国表态 似乎跟美国也加入了美国广泛的反恐联盟 然后让美国集中火力进行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而中共就宣称赢得了10年宝贵的机遇 在亚太地区疯狂发展 疯狂崛起 然后美国在消耗了大量的国力之后 中共宣称自己崛起 然后可以跟美国并驾齐驱 甚至可以抵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社会怎样为白俄罗斯的和平进程努力 我想最好的做法是欧盟北约跟俄罗斯举行会谈 劝阻俄罗斯不要出兵 不要面临出兵的后果 然后商讨出一个方案 比如说让卢卡申科和平的下台 然后流亡到俄罗斯 然后在卢卡申科离开之后 白俄罗斯重新举行选举 或者重新进行计票 让符合民心民意 众望所归待反对派领导人 吉哈洛夫斯卡亚来领导这个国家 既跟欧洲各国和平相处 也跟俄罗斯和平相处 友好相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保障白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 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保障白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和平的展开并向前推进 在美国 即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字节跳动 海外版抖音公司 还有中国的微信公司 采取禁令和警告之后 现在目标又指向了阿里巴巴公司 这个中共 中国最大的电商 所以现在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 指控他主要是因为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 跟其他中国公司一样 上市都可能受到审查 审计 极可能其中存在财务造假 或者是有所隐瞒等种种不法行为 早先有瑞幸咖啡 中国的瑞幸咖啡号称要跟美国的星巴克相比 但是被美国的监管部门调查 他存在业绩造假 谎报 构成欺诈行为 因此不仅受到重发 而且在今年6月份退出了美国的华尔街市场 在之后 前些天 是美国对中国的娱乐巨头叫做爱奇艺展开调查 爱奇艺相当于要充当美国的Netflix 然后他股票大跌 而且百度的股票也大跌 因为百度持有爱奇艺69%的股份 所以爱奇艺受到调查也是因为揭发出他有造假 虚夸 他的业务被夸大了60%左右 也就是说他的去年的产值 所谓的财务业绩 被夸大30亿到80亿美元之多 如果这个属实的话 那么爱奇艺娱乐局团 中国公司 也会像瑞幸咖啡一样被赶出美国的华尔街市场 其实美国政府早先就发出通令 要求这些中国公司接受监管 接受美国的制度 因为早些年在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 这些中国公司进入美国 奥巴马政府并不严格 没有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遵循美国方面的这些监管 因为中国这些公司都股权不明 股权结构还有股东性质都非常复杂 他们表面上是民营企业 民间企业 实际上都不是 比如说阿里巴巴这个公司 里面有几代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家属职里面 在那里持有股份或者投资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另外作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瓦云去年就被中共逼退 一个政府可以逼退一个民营企业的领导人 让他不再当董事会主席 这本身就是政府干预 证明阿里巴巴不完全是所谓民营企业 这么一个特征 而马云早前在川普刚上任的时候 想许诺给美国创造一百万的工作机会 还受到川普的接见 但是后来由于中美关系 他就宣称他不能履行他的承诺了 也说明他背后受中共当局 中国政府的操纵完全是一个傀儡 而马云尽管对当局不满 尤其当局把他逼退 但是他本身也承认自己是个党员 也有党员的话 就有党组织 也就有所谓党领导一切 所以在中国没有什么真正的民营企业 都是党有企业 党管企业 所以美国对这些企业的驱赶都是应该的 不仅仅是抖音 微信这些要被禁止 被禁用 而且更多的企业都应该被驱离 如果按照美国财政部所发布的公布 如果这些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不能够完成这些有关的报表 或者说出现问题的话 都应该受到发款 甚至撤离美国的华尔街市场 中国这些公司 或者中共在背后这些公司来 本身就是到美国来圈钱 把美国纳粹人的血汗钱 甚至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血汗钱圈走 然后回头去为中共的统治服务 而中国人民本身并没有得到好处 所以从华尔街 从美国股市赶走中国企业 也就是中共企业 应该说是顺理成章 合情合理 即便出于对等和公平的原则 美国都应该赶走中国的企业 因为美国的企业到中国去并不能享受跟中国企业一样的所谓上市 而且我们也没有听到什么美国公司在中国去上市 比如说所谓A股 或者是B股 另外 美国的企业不仅不能去上市 或者是到中国去圈钱 更重要的是美国公司甚至不能进入中国市场 比如说美国的这些互联网巨头 这些社交媒体 像脸书 推特 油管 谷歌等等在中国都受阻 以中共那种意识形态来破坏市场经济 破坏国际经济 破坏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共没有什么可抱怨 这只不过是对中共做法的一个回报 因为中共在收获他自己造孽 造物所来的后果 甚至于零星的 即便有美国企业进入中国 比如说美国的亚马逊 所以亚马逊即便到了中国 也一方面无法跟中共所支撑的阿里巴巴这些电商的竞争 就没有公平竞争 而另一方面还要受到中共的清规戒律的限制 也就是从头自尾的这种敲诈 所以亚马逊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不久实际上就抽身而去 全身而退 相当于被中共 或者被中共的制度所逼退 既然美国企业都无法顺利的进入中国市场 那么为什么中共的这些企业就可以进入美国市场 甚至到美国的华尔街圈钱 这显然是长期存在的 不公平不对等的现象 现在要恢复公平和对等 就应该把这些中国公司 中共企业全速赶走 让他们回到中国 回到党妈妈的怀抱 搞所谓内循环 或者是闭关锁国 而就在今天 8月17日 美国商务部还出台了对中共华为公司新的制裁和限制措施 不仅是对过去的华为母公司和它相关在美国的子公司做出了这些限制 现在又宣布对华为在全球分布的38家关联的公司进行相关的限制和制裁 不准他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取得美国的产品和技术 尤其是美国的芯片 那么这些华为公司相关联的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 至少21个国家 包括有的分布在中国 有的分布在法国 有的在巴西 有的在智利等等 也就是说 华为公司只要在世界各地有它的分公司 它都不能通过美国 更不能通过第三方 也不能通过第三方获得美国的芯片技术或者软件技术 反过来说 如果有第三方 有其他国家因为得到了美国的芯片相关的产品或者技术 如果转给华为 卖给华为的话 这些公司本身要面临美国的制裁 也就是说不能跟美国做生意 也不能得到美国的产品和技术 也就是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想冒这样的风险 失去美国的技术市场和美国的大市场 这就对美国的补充的措施 就给中共这个华为公司构成了汪洋大海式的包围 美国发出的信号非常明确 那就是华为公司作为中共最大的间谍 监听 危害安全的公司 不仅在中国是放下累累的人权血债 像在新疆监控或迫害维吾尔人 而且是在世界各地危害世界各国的安全 危害人类的和平 对这种劣迹斑斑的中共公司 美国必须让它陷入灭顶之灾 必须把它彻底打沉 尽管中共近期摆出求和的样子 但是美国反击中共的动作一个接一个 把中共的孔子学院认定为外国外交使团 或者是外国代理人是美国的又一个举措 这是美国把中共的媒体当成外交使团 外国代理人之后 又一个把中共的这种文化机构当成外交使团 就迫使这些孔子学院在美国还存在的中共孔子学院 必须做出登记透明它的财务 它的资金运作 它的人员 还有它的房产等等都必须公之于众 中共自知孔子学院遭受灭顶之灾 说投资又将打水漂 所以另一方面还想改名 改成所谓中外语言交流中心 但是仍然不能逃脱被围剿的命运 像在很多国家 孔子学院是一个结局的被关闭 像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 在美国 欧洲国家也是如此 甚至于北欧国家瑞典已经把中共的所有的孔子学院都扫地出门 而印度也在运降对孔子学院 孔子学堂的审核监管 也就是要把中共的孔子学院 这些孔子学堂全部扫地出门 中共假孔子之民兜售中共党文化 就是腐败与专制的党文化 又假中文之民也兜售中共的腐败和专制的党文化 不仅是对孔子的亵渎 也是对中文的亵渎 所以这一场把戏应该是收场的时候了 在国际围堵下 中共方面的噩梦是一个接一个 最近两天以色列又宣布把中共的华为5G完全排除在国门之外 中共试图通过以色列 一方面向以色列购买军火 试图从美国那里得不到 从以色列能够专控制得到美国式的军火 另一方面还试图在以色列大举投资 特别是华为5G来控制中东国家 而美国的坚强的盟友 以色列现在做出宣布 对中共来说是当头一棒 另外 现在中共最大的噩梦就来了 那就是瑞士 瑞士在8月初同过一个议案 那就是要在11月举行全民公投 这个公投就是说对瑞士银行和瑞士的企业 如果他们跟其他国家有业务往来的话 要审查其中是否有人权侵害者 人权迫害者 说如果人权侵害者 人权迫害者在瑞士的银行存钱 或者跟瑞士的企业发生业务 是否会被驱除在外 或者公布他的资产 瑞士是一个长期的中立国家 即便是在二战时期都是中立国家 在瑞士的银行是具有世界性的 不仅是这些征绩手法的民主国家的人 可以到那里存款企业或者个人 连那些独裁者 为非左逮的独裁者 专制国家 共产主义国家 那些领导人也都纷纷到瑞士去存款 把瑞士当成他们常立财富的天堂 也当成是逃税的天堂 因此瑞士素来就有这个名声 包括历代的独裁者 包括以前像利比亚的卡扎菲 还有伊拉克的萨达姆 后来都被爆出在瑞士有巨额的存款 中共方面是在10多年前有危机解密 那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危机解密就公布出 中共方面在瑞士银行的存款高达5000亿美元以上 而其中包括大部分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 和省部级以上的领导人 甚至包括中国外交系统的那些官员 甚至包括中联办 港澳办这些官员 当时让人们觉得奇怪 说中共大和国家领导人 这个巨额财富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外交系统 港澳系统这些官员也有大量的财富 说让人疑斗 那时又爆出有5000亿美元的存款 而中共是急忙对这些消息进行屏蔽 这一回瑞士将要发生的公投 11月举行的公投是史无前例的 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共 因为就在6月份相关瑞士朝野就在讨论 如果中共在香港镇压民众通过港版国安法 瑞士应该怎么做 而瑞士的外长当时就对中共的倒行逆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说瑞士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反制 如果中共在香港砸烂一国两制的话 中共结果是一不做 二不休 恶向胆边生 坏事做到底 最后果然在香港通过了港版国安法 砸烂一国两制 砸烂香港 在这个时候 说在8月初 瑞士就开始了这样的风潮 必须对中共有所还击 其中重大的话题就是在瑞士银行这些中共官员的存款 就引起了瑞士民众的热烈讨论 因此在8月份根据民众的意见 政府和相关部门就形成了一个决议 要在11月举行全民公投 就是让全体瑞士人公投来决定 将来的瑞士银行 瑞士的企业 将怎样对待那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和个人 是否为他们存款 是否公布他们的财产 甚至是否冻结他们的财产 这些都在一时日程之中 也就是说 如果11月瑞士举行的全民公投通过相关的法案的话 中共各级官员在瑞士银行的存款 第一 有可能被公私 被公开 第二 有可能要求他们撤离 中共当然也可能偷偷的转移 再一个 如果说做出制裁 甚至于对中共所制造隐瞒传播的大汪疫要求追债索赔的话 那么瑞士和其他国家联合也有可能把中共在瑞士天文数字般的存款 直流下来作为一种赔偿 对各国损失的赔偿 瑞士这个史无前例的举动对中共来说无异于一个核弹 对他们的财产 他们的既得利益 他们转移到海外的巨额偿富 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核打击 核爆炸 所以我就说过 香港极可能是习近平的滑铁炉 极可能是习近平政治生命的终结战 因为如果在其他方向上 西方国家还没有完全联合起来 比如说新疆集中营 或者是美中贸易战 或者是大瘟疫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冲突 西方国家还有不同的温差态度上 但是在香港问题上 美国 欧洲 所有的西方国家 民主国家都找到了他们最大的共识 最大的共同点 当中共 习近平砸烂香港 砸烂一国两制 背弃中英联合声明 就是背弃国际社会 背弃各国 因为中英联合声明是在联合国注册的条约 各国都有权进行监督 但是中共 习近平居然说渣就渣了 习近平的横漫粗鄙和愚蠢由此可见 在香港问题上砸烂一切 就连瑞士这样的中立国家都被记录 而站立起来对中共说不 而瑞士即将在11月举行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全民公投 就是冲着中共而来 就是冲着习近平而来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 研讨国内外局势 他说 美国现在要跟我们脱钩 我们准备再次闭关锁国 王沪宁一听说 等一下 不能叫闭关锁国 习近平说 那叫什么 王沪宁说 我想一下 他琢磨一阵 然后说 不能叫闭关锁国 我们应该叫内循环 习近平说 好 就按你说的 内循环 习近平继续讲 搞了内循环 就相当于我们回到毛泽东时代 王沪宁说 等一下 不要叫回到 习近平说 那该怎么讲 王沪宁说 我想一下 他琢磨一阵 然后说 不应该叫回到 应该叫改革 叫变革 而且叫重大改革 重大变革 习近平说 好 就按你说的办 过来一阵 习近平又讲到 说 我们在销毁了证据和病例之后 允许世界卫生组织派专家进来 但是按照我们的要求 进行病毒来源调查 王沪宁说 等一下 不能叫病毒来源调查 习近平说 大概怎么说 王沪宁说 我想一下 他琢磨一阵说 应该叫新官溯源合作 习近平说 王沪宁同志 这我就听不懂了 什么叫溯源 王沪宁说 溯源就是追溯来源的一声 习近平一听 大惊 什么 追溯 还要追溯我 王沪宁说 不是那个树 这个追溯是三点水那个树 不是盐字盘那个树 习近平说 不管你三点水还是盐字盘 我听着就不对劲 你说全名叫什么来做 王沪宁说 新官溯源合作 习近平说 什么 新官溯源合作 我当了八年总书记 还没有定接班人 还算新官吧 按你的意思 要追溯 还要合作我这个新官 这不冲着我来的吗 王沪宁 你好大的胆子 王沪宁叹口气说 习总书记 你怎么听不明白 习近平火了 说 王沪宁 是我不明白 还是你不明白 你这是不知敬畏 妄议中央 你好大的胆子 王沪宁还没来得及生辩 只听习近平大喝一声 来人啊 把王委员带去秦城 王沪宁大喊冤枉 但是已经被人拖着走 两条腿拖在地上 只剩了一只鞋子在会场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好 谢谢 谢谢观看